请看例题四 利用三角形的全等性质来证明 那这个题目呢 主要要讲的是说 如果图形呢 有重叠的部分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处理 比如说呢 如图 已知呢 这个在三角形ABC和珠CB ABC在这里 那这个DCB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三角形有点重叠 那他说呢 AB等于珠C AC等于B珠 那这样要证明 角A等于角D 这要怎么做 那这里呢 有两个重点 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个重点是说 当你遇到重叠图形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比较好做的做法 就是说把它先拆开 把两个三角形呢 把它拆开 那第二个呢 如果我们要证明 线段相等或角相等 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利用三角形的全等性质 来证明 好那我们先把这两个 三角形呢 先把它拆开 就等于说呢 三角形ABC放在左下角 BCD放在右下角 这个地方 然后呢 题目说呢 已知的条件是这样 第一个条件叫做 AB等于珠C AB等于珠C 两个线段相等 我们画一杠 画一杠的等于画一杠的 第二个条件呢 告诉你AC等于B珠 AC等于B珠 好这两段相等 那这时候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题目要证明的是 角A等于角珠 所以呢 角A等于角珠 我们就打一个问号 有些同学说 老师这样是不是就有三个条件 AB等于 AB等于CD AC等于BD 再加上一个角A等于角D 请注意一下 打问号这个 就是你要证明的结果 它不是已知条件 所以是最后 经过全等完之后 我们要知道 要得到这两个角会相等 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 就不用证啊 所以这个不 打问号这两个呢 不是条件 是要我们 是我们最后 要得到的一个结果 你要再找一个 我们通常呢 有一些隐形的条件的 是哪一些呢 这个再跟同学来说明一下 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共用边 共用角 或者是对顶角 大概隐藏条件 就是这三个 共用边 共用角 跟对顶角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要怎么看呢 很多同学 在把图形拆开来之后 他就看不出隐形的条件 隐形的条件 通常要是在一个 原来的图形 比较好认 这时候你就发现说 请看一下 这两个三角形 都有BC这一段 这一段BC呢 刚好他们就是共用 他们就是共用这一段 所以这个BC就叫做 共用边 共用边 共用边就会相等哦 好那你看 这两个三角形呢 有三个边相等 边相等 我们就写一个S 角相等就写A 边相等就写S 那这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这是用SS 全等性值 就可以来证明 那要证明的时候呢 我们要写证明是有一定的格式 好我们先来写写看 我们的格式就是这样 在三角形什么 和三角形什么中 因为一二三 所以会全等 全等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题目 要我们证明的 角A等于角株 在哪两个三角形呢 在第一个 在三角形ABC 和三角形 DCB中 因为第一个条件 AB等于株C 为什么 为什么AB等于株C 你可以不用写 因为题目 这就是已知条件 当然你也可以写一个已知 那第二个呢 就是AC等于B株 这也是已知条件 好了 这两个就是直接给你的 就比较容易写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隐藏的条件 共用边 共用边BC 那共用边BC怎么写呢 我们就写 三角形ABC的BC 等于三角形株CB的BC 这个叫共用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三角形ABC 会跟三角形的株CB 会全等 那你注明一下 这是什么全等性质 三个边相等叫SSS 全等性质 全等了之后 你就可以推得 角A等于角株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 把它做完了 那事实上呢 这边有一些重点 第一个重叠的图形 要把它拆开 第二个 证明线段相等 或角相等 最常用的就是 三角形的全等 第三个就是说 有一些隐藏的条件 共用边 共用角 或对顶角 你要想办法 把它找出来 那这个题目 就可以顺利把它解决咯 好吗 对我来说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